即时新闻综合报道,为抗衡中国主张拥有南海主权,美国国防部首次拟定将于南海执行定期常态性的军舰巡航任务,此举以对中国构成针对性行动,将使美中两大强权紧绷的关系增添复杂性。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国防部计划在具争议性的南海执行常态性巡航,预计每月二至三次借此强调南海的航行自由权。 但美国官员拒绝套路最新的巡航时间点,官员表示此项计划是由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所制定,未来每个月美国军机和军舰将进行二至三次的自由航行任务。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罗布曼宁·罗布曼宁表示,美军在亚太的行动军依照国际法行事,其中包括南海但并未救新的南海巡航计划发表评论。 法新社在报道中指出,美国军方是想借此建立一致性的姿态而非前总统欧巴马政府时期偏好的临时特定的做法。 中国宣称拥有南海近乎全部范围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与汶莱等东协成员国的深索范围重叠,美国此举预料将使其与中国间的关系更趋紧绷。 中文字幕提订了VR 港网易约 期限制装